哈囉 大家好 我是劉亞老師 好久不見了 那我們今天直播呢 不是要教各位做麵包 也不是要教各位做甜點 老師今天要教各位做料理 這本 不是老師的新書 這老師之前出了書啊 但是因為已經賣得很好 然後之前有賣完 然後後來又二刷二版了 那這本是經典麵包配方私房迷人料理 這一本 如果你有買過這一本的同學啊 老師今天要來做的是麵包搭配料理啊 然後要做紅酒燉牛肉 紅酒燉牛肉 這一本書 好 那 我們書中呢 配方量啊 是比較適合家庭的 比較適合家庭的份量 所以呢 老師今天做的量是書中的兩倍量啊 那牛肉條的部分呢 已經有些丁了 切大丁了 那我們切是用滾刀 滾刀的切法 然後牛肉 切完之後呢 怎麼處理一下這樣子 轉一點鹽巴 還有 還有 義式香料 還有 迷迭香 像這樣子呢 我們會 醃漬十分鐘 老師過一個動作啦 其實我剛剛十分鐘前已經做好了 我剛剛已經有加一點鹽 然後 香料 今天用的是迷迭香跟義式香料 然後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乾乾的 對 你們買那個牛肉條回來 如果上面有很多血水的話呢 要記得 用餐巾紙啊 先把那個血水先擦掉 然後 因為我們是要燉煮嘛 所以你可以用滾刀的切法 切大塊一點 切大塊一點 長像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我會醃個十分鐘 那我利用這些時間呢 我先來炒菜 好 那我今天拿的這個是28公分的鍋子 然後呢 我要炒什麼東西呢 我要來 炒我們的洋蔥 炒洋蔥跟紅蘿蔔 油鍋熱了之後呢 就可以加一點橄欖油 好 然後下洋蔥 洋蔥的話是 切絲 像這樣子 炒洋蔥 然後呢 紅蘿蔔 切丁 然後我是切滾刀 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 切滾刀的大丁 那為了讓紅蘿蔔吃起來比較甜啊 所以紅蘿蔔 我也先炒過 大家今天直播的場地是在 社區工會 台南的社區工會 和兩個爐 在家裡面當然不會這麼忙嘛 你就一個一個慢慢炒就好了 然後紅蘿蔔 我今天洋蔥量啊 本來是只有放兩顆啦 但是因為 剛剛到全聯買啊 那個洋蔥好像有點小顆 所以我就直接切了三顆下來炒 切了三顆下來炒 那這個鍋子是三十公分的 在家裡面除了炒菜之外 你也知道就是做糖果也很方便 那這個鍋子剛剛我們洗到 那那個玻璃的 那個玻璃的我已經洗過 你就放旁邊就好了 洗裡面 那不要用菜瓜布 你就是水 沖一沖就好了 我覺得紅酒燉頭肉應該是 各位在家裡面最容易成功的一道料理啊 那 配方裡面啊 你可以用蔬菜高湯啊 或者是用水都可以用 那我個人推薦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啊 你直接去買番茄罐頭 像這種 一帶一的整顆番茄罐頭 這個就很方便了 然後洋蔥炒軟之後呢 我們再把培根 一百公克的培根加進來 那培根我有切成丁了 切成培根丁 進來炒 在家裡面啊 應該只有一個鍋 鍋子就慢慢炒就好了 慢慢炒就好了 我們這邊剛好現場 廚房的圖具都相當 設備都相當公主 所以就乾脆都一起做一做就好了 好然後現在洋蔥也炒軟了 我們就可以加蒜頭 好 紅蘿蔔這邊呢 炒到有香味出來啊 因為等一下要燉煮牛肉嘛 所以你要準備一個生鍋 當然如果在家裡面 沒有生鍋 那你就 可以準備一下就可以買了 好像這樣子 我們把炒好的 紅蘿蔔放進來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來炒牛肉了 牛肉的部分呢 因為不要炒得太熟 所以我們炒半熟就可以了 我牛肉的部分 我用奶油來炒牛肉 好 像這樣子 奶油融化之後呢 就可以把剛剛的 醃好的牛肉 加進來 像這樣子 牛肉下來炒 好我們洋蔥炒好了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洋蔥啊 就是炒軟 然後把培根 跟蒜頭的香味啊 都炒出來 然後一樣 放到生鍋裡面 給各位看一下 長得像這樣子 洋蔥也進來了 洋蔥也進來了 這邊牛肉啊 我會建議啊 就是我們把牛肉的每一面啊 都煎到有上色 然後再來加我們的紅酒 紅酒 跟番茄 進來煮 可以不加培根嗎 當然可以啊 好 像這樣子 牛肉差不多烤 不是烤 就是煎 煎到半熟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好 牛肉煎 半熟之後呢 加這個 整粒的番茄罐頭 進來 不要浪費洗乾乾淨一點 像這樣 然後 下來 煮一下下 把那個番茄的味道啊 這邊比較濃 然後我們把它 稍微煮一下 滲透進去 我們的牛肉裡面 那這樣子 這邊我會把它煮到滾 煮到滾之後呢 再移到生鍋裡面啊 最後就是加紅酒 慢慢煮這樣子 如果 不吃牛的話 你這邊可以 換成豬肉啊 對 可以換成豬肉 像這樣子 剛剛有的同學沒看到 我們今天是用這個 義大利的 番茄罐頭 那如果 你家裡面已經 有習慣做 習慣做 義大利料理的話 可能會準備那個 就是番茄泥嘛 一樣可以用 就是用水 把它調開就可以了 好 這邊肉 全部都上色了 給各位看一下 肉跟番茄 好 有沒有看到 像這樣子 肉跟番茄都上色了之後 最後 準備生鍋 來看一下 生鍋 然後 然後 我們的 番茄牛肉加進來 好 給各位看一下 長 長 像這樣子 最後就是重頭器來了 就加 紅酒 那 紅酒的部分呢 如果家裡面有小朋友的話 我是覺得酒蒸發之後應該還好啦 但如果很擔心的話 你就用水 用水也可以 可以 我剛剛加進去的不是番茄醬啊 是這個 整粒的番茄 好 來 然後 最後就是加紅酒進來 然後紅酒進來之後呢 我再多補一點點水 讓它可以 稍微 跟那個 我們的料啊 齊高 當然如果你要全部都用酒也OK啦 但是我今天這邊是用一點點水 來補 好OK 像這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 漫長的等待了 這邊大概會熬煮快 一個小時左右 那我等一下我可能還會再加一些些酒 因為那個酒可能 我覺得 味道淡了一點點 等一下還會再補一些些進來 像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就慢慢煮了 大概預計煮 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 等一下會開 等它滾了之後呢 轉成小火 這樣慢慢煮 好 那就是我們紅酒燉牛肉 那產品呢 明天應該看得到 明天應該看得到 好OK 那今天直播就在這邊了 沒有很難 你看 同學 有買過這本書的 有買過這本書的 翻閱一下 對我看一下在第幾天 這邊 第112頁 我們112頁是莊圓巧克力燉牛肉 莊圓巧克力燉牛肉啊 那我今天是沒有加巧克力 因為還沒煮好嘛 如果你要加巧克力的話 應該是快燉煮好的時候呢 丟苦甜巧克力下去 來增加燉牛肉的一個濃郁度 好OK 感謝各位收看 那如果說 要知道老師更多的 客人訊息的話 可以到老師的社團 或粉絲專頁 女生大老師的烘焙試集 那如果說 要看YouTube影片的話呢 打老師的名稱就可以找到了 好OK做完了 那我們就等明天的好戲了 拜拜